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的刘浩轩 各位 Are you happy today? 我看到观众席上有人已经点头了 很好很好 但实际上不管你们今天hab不happy 现场只有一个人才是真正的happy 谁呀 没错 是我 因为我的英文名就叫做happy I am happy 要说起这个神奇的英文名啊 它居然还是我自己起的 据妈妈说呢 当时我两岁 她给我送到了线下的英语外教课 尽管当时我的年龄普遍比班里的小伙伴们小个两三岁 但是在外教老师的悉心引导下 和小伙伴们的欢声笑语中 我很快就融入进了课堂 和小伙伴们一起做活动 一起进步 时间过得很快 两个月过去了 但我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英文名 这也不是个事儿呀 于是外教老师就找到我 跟我讨论取什么英文名好 我思考良久 然后指了指旁边英语绘本上 上节课刚刚学过的单词 happy 妈妈和外教老师都觉得这个英文名特别棒 因为他们也希望我成长为阳光快乐的小男孩 事实上我happy这个英文名 的确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以看到我确实每天脸上都挂着笑容 对世间万物的一切都保持热爱和探索欲 特别是对于英语 而且在英语学习的道路上 我也收获了很多的快乐 等我上了小学后呢 开始接触一些英文歌曲 但是我总有一个问题缠绕在我心头 就是明明是我第一次听英文歌 为什么会有一种熟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妈妈笑着对我说呀 其实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我就开始给你听英文歌做台教了 我当时特别惊讶 难道我喜欢听英文歌是因为这个吗 当然这都是玩笑话了 但是我对于英语歌曲的热爱却是与生俱来的 这一点是真的 现在呢我的音乐收藏家中 约有两千首都是英文歌 可以说我彻底将自己 沉浸在了英语的学习环境中了 但是呀爸爸常常训斥我 两只耳朵都被耳机堵住了 知识还怎么进来呀 可是我却不这么想 因为我通过听英文歌学习到了许多 就比如说一堂英语课上 老师给我们补充了一个高级词汇 permanent形容词 是永恒的 在老师的讲解后呢 虽然我看到英文单词 知道它的意思 但是总也不能在自己的写作中用上 以此偶然的机会 每日推荐歌单为我播放了这首歌 从此呀我就再也没有为想不起来这个单词而发愁过了 每每每我想写有关永恒相关的句子的时候 这首歌悦耳富有节奏感的旋律就会在我脑海中萦绕 其实我听歌学英语 重点不在于听歌而在于读歌词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通过歌词来学习英文单词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巧妙 因为我不仅通过了中文翻译 知道了这个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 还通过歌手的演唱 知道了它的读音是什么 更通过这一句歌词 知道了它的例句 我觉得自己也能干的事 它也能干 有的时候呢 我还能学到一些地道的鲤语表达 就比如说 在这首歌中 有一句歌词是 I can't come to one Mississippi 音乐软件将其错误地翻译为了 我迫不及待想要到密西西比州去 但实际上 我经过了评论区的指证 才了解到 因为欧美国家读Mississippi这个单词 用时恰好一秒钟 因此就用这个单词来代指一秒钟 其实我还是一个 很喜欢刷追美剧的人 就在这个寒假 我在刷老友记的时候 恰巧就发现了 Mississippi待指一秒钟的这个出处 Angela 哇 Being dumped by you Obviously agrees with her Are you gonna go over there? No Yeah No Okay but not yet I don't want to seem too eager One Mississippi Two Mississippi Free Mississippi That seems pretty cool 可以看到在刚刚这个桥段中 主人公Joey用One Mississippi Two Mississippi的方式 在给自己读秒计时 有点类似于咱们中文中的 一秒钟两秒钟 那么说到美剧呢 就不得不提一下 我丰富的追剧史了 从破产姐妹 一范追踪 艾米丽在巴黎 到大名鼎鼎的越狱 我都看过 这些美剧都至少有5G 时长在20到40分钟不等 其中有些剧我甚至还二刷三刷过 你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看美剧 其实不仅是里面的精彩情节吸引了我 而且更因为是我通过看美剧 能学习到很多西方特色的地域文化 就比如在《初来乍到》这部美剧中 我了解到美国人是十分注重本土化节日的庆祝的 就比如说在万圣节 孩子们都会精心打扮上街参加活动 他们的父母家长也非常重视这场活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父母家长也会装扮成鬼神 然后和孩子们一起参加活动 只为了让孩子们陪孩子们开心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在看美剧的过程中 我一般有这么几个小技巧 第一个是先看美剧看一遍没有字幕的 再看一遍只有英语字幕的 最后如果有需要 可以看一遍中英互译字幕的 并且呢 我在看美剧的时候 还会准备一个英语积累本 我会把不认识的生词 男词全部写上去 没事呢 就翻一翻 这个习惯我已经坚持了一个学期了 有很多之前我看来望而生畏的词 现在都已经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有人说每天在学校上英语就够累的了 你这相当于每天给自己加了一些英语课呀 你累不累呀 实则不然 我是看美剧为一种享受 试想一下 你忙碌了一天 脱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家中躺在沙发上打开电视 看看美剧 放松一下自己 甚至还可能一不小心 比其他同学多学两三个单词 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趣的呢 有天啊 我刷到一个up主 英语up主 分享了一个由八个相同单词所组成的句子 我感受到了无尽的英语之美 Buff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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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乍一看是不是杂乱无章毫无头绪 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人随便写的呀 但其实不然 这是一个语法正确且具有实际含义的句子 接下来请由我为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句子 首先大家先来看一下Buffalo的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名词野牛水牛 第二个意思是名词美国纽约州的一座城市 布法罗又称水牛城 第三个意思是动词欺负 你看呀水牛如此凶悍 是不是就我们可以就引申出来 它这个动词的活用意 接下来我们不妨给这个句子分为三段 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个Buffalo的意思是布法罗这座城市 第二个Buffalo指的是野牛 所以第一段就是这个句子的主语 布法罗野牛 但是由于这个句子中有三组布法罗野牛 我们不妨给它标标号 一二是布法罗野牛一对 三四是布法罗野牛二对 七八是布法罗野牛三对 我们先来看一二段 第一段就是整个句子的主语 野牛一对 第二段是一个省略了that的定语重句 修饰主语 是什么样的布法罗野牛一对呢 是被布法罗野牛二对欺负过的布法罗野牛一对 那再来看第三段 第六个Buffalo是动词欺负的意思 也就是整个句子的位语动词 七八布法罗野牛三对 是这个欺负动作的承受者 也就是句子的兵语 所以呢 这个句子的完整意思是 被布法罗野牛二对欺负了的布法罗野牛一对 又转过头去欺负了布法罗野牛三对 大家可以给这三对野牛的战斗力排排号啊 看看谁最强 冠牙继军分别是谁 怎么样 英语之美是不是令人叹为观止呢 其实说到英语啊 许多人脑海里的第一反应就是 背不完的单词 总掉进坑里的语法题 和读不明白的阅读题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英语也有着它有趣的一面 就在上个学期的歌舞嘉年华活动中 我和同学在台上表演了一首 我非常喜欢的英文rap song rap歌曲 我还历历在目啊 我还记得当天晚上我们表演结束后 从报告厅走到食堂的路上 路过的同学都会由衷地赞叹一句 兄弟 你刚才那歌真是太燃了 还有一次呢 是英语老师出于信任我的英语水平 交给了我一项重任 就是在2023年的最后一节英语课上 组织一场全英文辩论赛 要知道啊 当时可是期末周 每天作业我都写不完呢 更别说还要全程组织策划这项活动了 当时对我真是非常难啊 但是无论如何 最后也是咬紧牙关 挺住了 当我看到双方变手在辩论赛场上舌战群儒 比赛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的努力都值了 语言存在的意义从来都是运用 英语也不是例外 仅仅把英语看作一门枯燥无味的考试科目 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发自肺腑产生对于英语的热爱 你才能真正将英语这门学科 学得明白 学得透彻 在此我真诚地希望我的经历 能将我对于英语的这份热爱 传递给在场的所有人 让更多人认识了解英语 爱上英语 Wish you all happy every day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